星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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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你的神真, 你不用做得那麼辛苦 起床的 idi asylum 很開心 今天我去探訪已被認識多年的朋友 如先生如太太 看看打神在他們即使裡面所行的神職 perception sharing 甚麼事 她早上因課令 saga 去大思議 影響了失眠 我當時很相信西醫 打算帶他去看西醫 吃些安眠藥 睡得就沒事了 但住醫院我覺得越攪越大 醫生每天在巡訪都問他 當時他在讀中醫 問他香港特首是誰 他怕香港特首是誰 醫生就跟我說 他說你女兒今年讀中醫 人家小學生都認識 香港特首是董建華人都認識 但他不認識 你女兒還不是精神分裂 我不相信 當時我相信黃大仙 他就去求籤 但我覺得那裏都是無寧兩好 好像幫不了我 以後我女兒回石安 他帶他的家庭負責來探望我的女兒 跟我傳 信主耶穌有醫治 我小時候都聽過主耶穌的名字 但那時我不相信 到那時我覺得很無助 人家都肯來看看我的女兒 我從那時開始 我都要相信這個主耶穌 從那時開始相信 記不記得那時 怎麼幫到我永根 那些主親醫生說他精神分裂 但我不相信 他說不如你申請他回到度假 他說有些人找中醫醫 我便馬上申請他回家 帶他回教會 他都缺子信主 我和我先生也是 跟他一起帶他回家 從那時一直回到現在 總共九年 我的侄女帶我認識你們 原來我聽到整個是教友 是姊妹 所以他跟我們女兒歷徒 所以我現在就決了信息 信任上帝 現在都挺開心 現在我女兒和姊妹都挺好 又讓自己在家裡彈琴 和姊妹到處玩 現在她在家裡經常做蛋糕 跟姊妹吃 我以前也聽過耶穌這個名字 那時我小時候 那時人們回天主教 都向我傳 我都認識到主耶穌 但那時我不相信 到我女兒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很無助 現在來講真的要相信這個耶穌 余先生你記不記得 那時我們一群弟弟姊妹 來家幫你們拆了神桌 我記得在那裡 這個神桌 全部都在附近 還有弟兄跟我游 幫我玩的路 都是骯髒的 我游到門口那裡 余太 我知道你住了家序之後 都有很多改變 上年就應該正式退休 為何會決定退休 我在這裡替他做清潔 他拜了神的事我又要替他賭脈 我覺得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做這些事我覺得很羞愁 所以我就是想持功 最主要他提醒了我 他說阿姐你的神這麼厲害 你也不用這麼辛苦 我老闆這樣提醒我 那你退休吧 那為何開始你信仰生活 初初的時候都很懶散 後來神三次召喚我 所以我覺得神這麼愛我 我都要改變一下 初次阿全威召喚我 當時我剛認識我老公那單公司 想拿回一間屋 旗頭神很迫切 因為排了旗 叫神幫我 而全威收到 說有個年長的婦人 拿著一個盤頭 長毛走過來問我 我說是呀 那全威就幫我祈禱 祈禱之後 我覺得之前兩次上課 那個官 因為我們申請法院 但是呢 那個上了高檔法院 那個官說我們的資產 說我老公的資產超出了 所以就駁回 兩個官都不聽我們說的 為何幫我祈禱呢 這個官就很好 對我們真的不同些 這個人 是 去 谢谢大家